新魔王变异株来世汹汹 世卫起的正式名称 命名为Omicron 初步证据显示 这种变异株 引发再次感染的几率增高 由于新的变种病毒Omicron 已经入侵南非 以色列 香港与比利时等国 各国纷纷对非洲南部国家 祭出旅行限制 甚至连纽约都宣布 12月3号开始进入紧急状态 面对最强病种病毒来袭 美股全面跳水 道琼收盘暴跌905点 其中一度跌破千点 连带纳斯达克与标普500 也纷纷下沙 恐慌指数更狂飙超过50% 升破28 创下两个月来最高水准 包括临近的南韩 自本月初开始实施与病毒共存 防疫模式也宣告破功 近来单日新增确诊突破4000例 创下新高 而首尾南部一个小型教会 更成为最新疫情镇压 首尔近郊小镇 居然疫苗施打率超低 犹如平行世界 由于疫情严峻 南韩首都圈重状病床 使用率已经达到84.5% 总统文在寅 恐怕不得不再度政策转弯 宣布29号将主持检讨会议 加强防疫 身处东亚地区的台湾 面对病毒恐怕也该重新提高警觉 三里新闻 金学会报道 第二次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宫